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我的频道 一段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更新频道 并不是我不再研究指挥斗数 只是在这段时间呢 我更加的沉淀自己 想重新的转换脚步 重新出发 当然在这段时间 我并没有放弃研究指挥斗数 所以对指挥斗数有了新的一番的领悟 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 名人命刊的剖析 今天我所要分享的命刊呢 是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的命刊 李光耀这三个字 我相信不会有人没有听说过 即使你不是新加坡人 你是马来西亚人 你肯定认识他 或者你来自世界的其他的角落 我相信只要是对国家 对政局有一点点了解的人 绝对听过李光耀这个人 很多人都说 没有李光耀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 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成为 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国 变成今天 举世文明 甚至在整个世界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小国 李光耀的功劳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要从指挥斗数的角度来看看 到底是什么原因李光耀能够成为这么一位 这么优秀的政治人物 他所做的事情 造福了新加坡的人民 也让新加坡这块完全没有天然自愿的小国 能够大放异彩 首先我先来做一个小小的声明 也许你在其他的管道 或者是其他的网络上 有听过或者是看过 有关于李光耀先生八字或者是命盘的分析 跟今天你所看到的命盘有一点点小出入 今天命盘的时程呢 我是根据李光耀先生的生前事迹来判断的 所以如果有任何出入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见谅 我们就当做学习指挥斗数 在这个视频当中 我将会跟大家讲解 为什么我这么认为这张命盘 绝对100%符合李光耀 好了 我们先从他的命盘来看 我们都知道李光耀在他成为政治领袖之前呢 他是一名律师 作为一名律师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口才 我们都知道 聚门这颗心就代表一颗口才的心 可是单单的一个聚门路 绝对不能够代表你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人 作为一名律师 你一定要有能力说服别人 所以你一定要有权 从命盘当中你可以看到 他的聚门就带着一颗森年拳 森年拳在他的聚门这颗心上代表 他对聚门这颗心的掌控力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他有能力把聚门这颗心发挥到淋漓尽致 所以他能够有说服力 那不是代表一个身为一名律师最基本的条件吗 再来呢 他的命宫也新聚门路 就把聚门划路了 这时候聚门有了路权过后 转以太阴记的时候 就把路权都带入了福德宫 刚开始我对太阴这颗心串联在一起的时候 还感到非常不解 太阴怎么能够理解 在他的律师生涯 或者说在他的政治生涯当中 我们都知道太阴族旅游 族漂亮 到底这颗心的特质 怎么能够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涯当中呢 后来我终于理解了 太阴这颗心也族干净 所以他就像月亮一样 那般的皎洁 所以李光耀在重振的当时 秉着一颗非常连结的心 在管理他的国家 那时候贪污腐败 完全是不可能出现在新加坡的 因为只要发现到你贪污 或者是任何的丑闻 你都可能非常严重的纪律处分 所以基本上在新加坡 在政治的舞台上 是不会有贪污这件事情的 所以呢 我们就能够完全的理解 太阴在这里发挥的作用了 国公丁太阴录了之后 转鬼滩狼记 就把所有的路权带入了田载工 那带入田载工代表什么 田载工是一个收藏工 代表说他的工作 因为我们看的都是命工 财博工 官路工 能够做得非常长久 那我们都知道 打从他踏入了政治生涯 当然他之前做过几年律师 后来当他从政了过后 一辈子都在从事政治的事业 直到他退休为止 即便他不再是新加坡的总理之后 他也被选当为新加坡的执政 就是说 他还是继续的为当时的政府 给予建议以及怎么样去管理这个国家 所以他一辈子都是在从政的 入路田载工 代表的意思就是非常长久的 这时候呢 子女工物贪狼路 那子女工在这里就非常好解释了 子女工是什么 当然代表的是他的选民 他的人民 甚至是他的部署 他的团队 当然一个好的政治人物 他必须要有选民的支持 他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 他的部长们也是要非常支持他的政治理念 所以子女工的路在他的政治生涯当中 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转假太阳记就把所有的路权都带入了 坚移工 那这里又串联了太阳这颗星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 太阳这颗星代表的是什么 对 代表的就是一个政治药 那么所有的串联都跑进了坚移工 坚移工又是一个太阳星 那很明显他就是一个政治的领袖 而且他的太阳这颗星不单单有所有的路权 交汇在这个星上 再加上命权 权入了太阳这颗星 他对政治的把控率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权在坚移工的人是非常有能力的 再加上这个权是太阳车的星要 所以从这些串联当中我们就不难发现 这明显就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政治人物的代表 所以呢 李光耀从政以来非常努力的把新加坡 一个完全没有天然之渊的小国推向世界的舞台 他的功劳 他的政绩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 以上这几点我就能够非常断定这张命盘 绝对符合李光耀政治生涯的代表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今天所说的有什么不认同不赞同的话 不妨在以下留言我们大家做一个交流吧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见